邢軒 其實我的那個感情史沒有這麼的豐富 可是這兩次已經 蛤 還沒有不起了 就喊兩次 兩次就不怕了 對啊 那兩次已經很嚴重了 就是我之前找一個男朋友 其實媒體都知道 因為那時候他其實有跟我求婚 所以其實還有這個啊 還有板子 說單位有去找這個 對不起 旁邊那個是定立期喔 不是嗎 對那時候他有跟我求婚 那這個男生的故事是 那時候他剛從美國回來台灣 然後他考台灣的航空公司 他是學員 一開始他就很辛苦 因為他每天要準備考試啊 開模擬機啊 然後如果你被當掉 我就在陪在他身邊這樣 然後他那時候就有說 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成功的 我一定要娶你 因為你就是我的倒坑之妻 因為等到我真的變成了機長的時候 愛我的一定是喜歡我地位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把握現在等你 所以我就一直這樣走著走 後來呢再起四年半 他被我抓過太多次他劈腿了 他會想很多小動作 老實說他會對我很好 我就會容易心軟 然後呢我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劈腿 我都已經原諒你了耶 然後他的理由是 因為我們家族的基因就是這樣啊 Baby我學人類學的 你也知道我們家就是這樣的個性 我爸就是這種基因啊 我爸也有小三啊 所以我也會有這樣的基因 就是遺傳啊 Baby你沒辦法 陳雲全 陳雲全 然後真的好真實耶 然後後來讓我覺得很受傷的是 他跟我求婚的當下呢 我覺得很開心嘛 就是帶了戒指 我本來想poFacebook的 結果他就說你要幹嘛 我說當然是poFacebook 因為我開心啊 然後他就居然回我一句說 早上就不要跟你求婚了 對因為我們參加朋友的婚禮 然後稍有很多媒體在 他就自己跟媒體說 有啊我今天剛剛要求婚啦 我們他在希臘 我們在希臘就求婚了 隔天新聞全部都報 我的手機一堆人跟我說 恭喜你們要結婚了 可是其實我沒有打算公佈這件事 因為他爸爸覺得我單親離過婚 然後他爸很不喜歡我 所以他爸覺得 他覺得如果他跟我求婚 被他爸知道他爸一定會很生氣 所以他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po照片炫耀 早上就被給你求婚了 所以那次求婚對我來說是不算數的 我很難過 然後可是他自己跟媒體公佈這件事情 然後媒體寫成這樣子 對然後所有人都恭喜我說要結婚了 而且你好厲害喔 在一個機師男友 你就不用演戲了 你就去過貴婦生活 所以其實那時候 當下心裡蠻多次的 就覺得很酸 就覺得其實 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 然後翻開兩個禮拜的那一天早上 東森打電話給我說 謙遜不好意思我們今天接到一個電話 然後自稱是你的機師前男友 然後他的名字 我說對這個名字是我前男友沒錯 他說他打電話來說 要我們撤掉當初 要跟你求婚的所有新聞 然後我就說 可以這樣子喔 我就說為什麼要撤掉 而且新聞怎麼可能想撤就撤得掉 然後他的理由是 因為他跟他女朋友求婚 然後對方的爸爸覺得 你不是跟這個女藝人求婚了嗎 然後新聞都有了 然後你現在要跟我女兒求婚 你們到底分手了沒我都不知道 而且你們要沒有劈腿嗎 後來我前男友自己打給我 他說 你要想辦法把所有新聞撤掉 不然我岳父不會讓我娶這個女生 然後他從一開始好好跟我講 到他用哭的跟我說他多愛這個女生 到後面腦羞成怒說 我上校過最爛的女生 因為我毀了他的幸福 然後他們後來真的結婚了 也生了一個小孩 他 太扯了 對 天啊 你贏了 我輸你有沒有 所以我就說 真的我只有兩次 可是那個兩次已經到天花板的那個程度了 你知道嗎 這太誇張了 而且那時候我們分手那天在家裡談了很久 然後他就說 Baby你看我從什麼都沒有到我現在存了那麼多錢 就是你幫我 這些錢你真的也有付出 你搬出去沒關係 你的房租你需要押金 你要多少分手費 我可以給你 就是幫你在外面租房子什麼的 我說我太不會想要 沒有啊 我記得他很酷 因為他把你趕出去是很迅速的 他說 因為有人要進來住 而且他說 他說因為我爸就不喜歡你 他不會想讓你住我的房子 就是你不需要趕快搬家 對 其實我覺得當下是不甘心 多於愛他 然後呢 我就跟他說我不要 他後來說沒有這些錢就是你應得的啊 然後他就說我說好那你給我10萬 他跟我說 想不到你就是一個這麼愛錢的女人 才10萬 你果然是一個愛錢的女人 對啊 然後他這邊他的那些機師朋友們說 就是我跟他分手要來比分手費 但是我發誓我真的一毛錢都沒有拿 他為他付出了 超過10萬 你知道我去他們家 那時候他還沒有收入很好 然後他們家天花板就是還那種有掉 然後我說你為什麼不休呢 因為那時候景軒戲也沒有拍很多 然後說那個 男朋友為什麼不休 沒有錢 沒有錢啊 對啊 我們的天花板去都掉了 都你在養他 也沒有都我在養 就是開我的車 我會接送他去坐接駁車去南崁 對就是我會接送他 然後他幹嘛 花一個月就兩萬多塊 他沒有錢那當然是我會付啊 然後因為家裡是他們的房子 所以我就覺得我沒有付到房租 那所以有時候當然就是互相啊 所以我就不會覺得就是好像 我才不會覺得 我上次真的佔了你什麼便宜 但我覺得你應該慶幸 你知道嗎 這看下來 看似是他付了你 離開你 但是你要想 這樣的人 你如果真的跟他過一輩子 你心痛苦 其實是他不適合你 老天爺把他從你身邊帶走 其實是要這樣想 真的 你要錢也不會跟他在一起啊 對啊 連個天花板都沒辦法修的人 我跟你在一起 我們那時候還在約會的時候 我在氣什麼啦 我們都還在約會的時候啊 他還曾經就是因為 我們今天可能慶祝兩週年 因為我們在以四年半 兩週年好了 我們開車去美麗華 地下室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今天好好慶祝兩週年紀念日 車子拉下去之後 還沒進那個閘門口 他就說 可是我這個月生三千塊 然後我就看了他 想說那我們現在是要來慶祝 怎麼慶祝 三千塊夠啊 他的戶頭剩三千塊 戶頭剩三千塊 我就說我們今天扣打三千塊 那就用畢生的積蓄去慶祝啊 三千塊 所以我們現在開了科學 三千塊沒 我就看了他就說 那我們要吃美食街嗎 不用啊 就想吃什麼都可以啊 我們不用過那麼寒酸 那我就 那你跟我說 意思就是要你買單啊 那你跟我說 你剩三千塊什麼意思嘛 那我當然不敢花錢 我也不敢慶祝啊 後來就連電影都沒有看 因為你看電影 你要吃飯 我們會隨便吃美食街 我們就回家了 不是我覺得男生有沒有錢不重要 對 但是他後面這樣對你 真的 那真的是渣欸 我覺得渣男的金句就是 沒有是那個我前女友 自己不承認我們分手好不好 我們明明早就已經講清楚了 然後他這一次我就是心軟嘛 就是因為他很會甜言蜜語什麼的 我就後來跟他附和 然後他也真的沒有再跟這個前女友聯絡了 但是他也是慣性劈腿 就中間可能會跟一些 他出社會跟一些主管 就會有一些曖昧訊息 可是他會跟我說 沒有 因為這個主管就是 我只是因為他是主管 我要哄他 我也是為了工作啊 就他會有很多合理化 我會覺得好像也對 你說的也沒錯 為了你的前途 那不然我忍耐一下好了 沒關係 反正只是曖昧訊息而已 那殊不知後面最後一次我真的 是在第七年的時候 我真的火山爆發是 他就是在一起了一個 未成年的女生 也是護理系的 學生 後來他直接簡訊過來了 就是他們的床照 就是各種開房間的發票 反正就是各種 還有在我家 我家 他直接把那個女生 因為我都上大業班 我以前都上大 護理師都上大業班 所以他在搞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也很信任他 那他那個女生是直接傳 他在我們的那個床照 就是我們床上的那個照片 是給我看的 我才發現說 原來真的 他為什麼要傳給妳看 因為他希望我自己離開 那個妹妹希望我跟我男朋友 他可能給他的理由 是我有這個女朋友啊 對 所以他 我不知道他怎麼拿我電話的 反正他後來打給我 是希望我能離開 然後我後來 所以他是妳學妹嗎 他才16歲耶 因為一樣是護理的 然後我也覺得我自己也有錯 因為可能我工作太忙了 都上大業班 我沒有好好陪他 我覺得這可能我自己也有問題 對 真的 我那時候就會這樣想 可以 然後 我就覺得 我們是不是同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股子有一點像 她說的是未成年 她說的是未成年 股子公為未成年 但是我們有點像 然後我後來是分手了 妳後來分手了 頭也不回 為什麼 我只要真的午夜夢回想到說 她跟那個女生在那個床上 我真的就沒辦法 她只要一碰我 我就覺得很可惜 這誰受得了 所以後來還是真的跟她分手 我覺得她用這招是用對了 這樣妳就可以真的 就是完全死心 對 我就是那種行 我一定要真的是這樣桌間在床 我才會死心的那種 就是還晚 我都說已經還晚了 才能走 還沒還晚妳都不會醒 我那個是她把她帶來讓我認識 她說這個小女生 她就是一個人在台中 就是很辛苦 我們好好照顧她 我想說 對啊 好年輕的小女生 好好吃飯 不管幹嘛都約她 因為她不住台中 所以她就是到處都是跟著我們一起走這樣 我回家 他們就會先送我回家 然後她再送我的男朋友回家 這樣子 對 到處是回哪家 我就不知道 然後後來呢 因為一些工作關係呢 我就把我的房子借給我的男朋友住 然後呢 有一天我去找她的時候啊 我想說 你知道以前的老公寓外面會有一個陽台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這個地上那個灰塵會有兩個腳印 是在看貓眼的那個位置這樣 對著那個貓眼好像在看外面人是誰這樣 我想說誰會站在那裡啊 我有站在這裡過嗎 我還把我的腳放上去量 唉唷 比我的腳還大一點 那不是我的腳啊 那是誰 我想說不會吧 他不會帶人回來吧 不可能吧 這樣 你看就開始騙自己 覺得不可能 好啦我就進去 然後想說要倒杯水喝 蛤 為什麼 水杯上面有一個隱形眼鏡 蛤 你知道有帶隱形眼鏡的人 如果外出沒有盒子都會先泡在水杯 對 對 我想說不會吧 這時我還不願意相信喔 會不會是水龍頭流出來的 我就去摸水龍頭 水龍頭流出隱形眼鏡 對 我是這麼想 然後我就去摸 那時候已經在催眠自己了 對 所以為什麼自己都醒不了 然後就摸 不對 水龍頭有一個網子 所以不可能有隱形眼鏡 那時候我很生氣 我已經氣到八斗 所以你知道這個精力會讓我演戲會很好的原因是 我知道人在氣憤不能接受的時候是會發抖 冷 你知道那種冷不知道從哪裡來 就是一直抖 我抖到他走到我旁邊 我就說這是什麼 然後他說蛤什麼 我說為什麼這裡有隱形眼鏡 他說蛤怎麼會這樣 我就把杯子摔了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但是我還是原諒他喔 蛤 他是哭著我 沒有就怎樣 我原諒他了 我怎麼醒的你知道跟你有點像 有一天有個女生 就是那個女生 我就跟他喝下午茶 在聊天聊聊聊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是他 他沒有說是他 然後聊聊聊 他突然間說 其實你真的就叫我不要再喜歡他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其實他都 每次我們在逛街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後面偷牽手 你都不知道 不可能 因為他已經要跟他決裂了 但是因為他認為也是因為認為 他跟我不可能分手 所以他要告訴我 你不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抖不到就毀掉 對 然後我就說蛤 什麼 我就有點不能接受 原來你們在後面偷牽手 然後他就說 他就拿了一個袋子給我 他說 嗯 這是他的衣服 你就帶回去吧這樣 原來他其實送我回家以後 他們就會在 有時候去他那裡 有時候去我借他的房子那裡 然後他有一些他的 換洗的衣褲啊 就是比較內褲啊 什麼的 他就拿來說 你拿回去吧 我也是那天才醒的 就直接醒來啊 對 所以你說 醒了也好啦 是啊 這好可惡喔 但是這中間也花了很多年 那天